比较便宜 比较主动 那么你泡八镜四以后 为了不要给你打这个冰 黑的可能会对这个冰 那么红冰三镜一 黑的为了要不让红炮八平山打过来 感觉到比较痛苦不舒服 所以这样红冰三镜黑像五镜七 这样等于是看起来 黑的是阻止了红炮打过来 但是我们撇开其他棋子的效率不讲 光就这一个绝部来说 应该说是黑的稍微吃亏了 为什么呢 黑的是向三镜五向五镜七花了两步 逐七镜一花了三步棋 冰三镜一冰三镜一花了两步 就等于黑的现在用三步棋交换了红方的两步棋 因为你这个向在上面跟在底下 早晚要回下去 这个是差别不大的 所以接下来 红炮八平七 那么从这个形势来说 开局等于走到这样的形势 应该说红的比较满意 因此呢 就是红方进三冰 对屏风马 所以现在这个向三进五的走法就比较少见了 那么接下来介绍的讲的是黑足七镜一 那么你黑足七镜一的时候 红方如果还是走炮八镜四 那么黑的是不会走向三镜五 他会走向七镜五 这个的区别就明显 你这个时候你再走炮八平三打过来 那么我就可以逐一进一过来 你吃掉我举一进三吃上来 那么这个企黑的就可以和红方进行抗衡 那么你如果是炮八平七 那么红居一进三 黑鞠一进三 红居九平八 那么黑鞠一平三 吃炮 红居八进七 那么黑炮八平九 对调 他也吃掉 拿去推八吃掉 因为双方交换了一个炮 那么黑的在这里对居 吃亏一步棋 但他冲了个边兵 这个居大体上位置也是可以 这个棋应该说还是双方差不多军事的形势 所以黑鞠一进一以后 红的是不会再走炮八进四 如果走炮八进四呢 他是向其进五 所以现在比较多的变化是走炮八平七 那么黑马三进二 红居九进一 那么黑象七进五 这个的先飞象 就等于向其开决里边 或者是包括中决 有这么一条理由或者理论 就是说非走不可的棋 可以先走 那么有选择的 可走可不走的 可以展示不走 所以现在这个形式下 黑的这部向七进五 是一定要飞的 因为你既然不走向三进五 向其进五飞一个 巩固中路 那么同时有可能会再补视 那么现在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呢 他有可能下一步会逐一进一对兵 也有可能会拘一进一 因为你假如你是走马三进四 跳出来 那么我就黑的叫左一进一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是走居九平四 那么我肯定不会走居一进一 左一进一吃掉 你吃掉居吃上来 那么你要给我居四进三 也要给我对居 这个气就是红的 还不大啃 而黑的还不大啃 就是你如果居九平四 那么我就居一进一 这个左不轻易跟你对掉 骑横车我自己跑出来 这个气都可以 那么你如果居九平六 那么我就逐一进一 红冰九进一 那么我就居一进五 你如果居二进四 我就四六进五 不走 你如果居二进四 我四六进五不走 我就泡位平一 这样 因为你不能 四六进五不能走 如果四六进五不走 泡位平一呢 黑炮七退一 要打死居 那么这个居位置就差一点 那么你这个时候 如果红的走居六进八 那么他就四六进五 躲起来 你是居六平八 那么他就泡八进二 那么这个旗 开局到这样的程度 现在因为红的 不能够冰三进一 我居一平八吃掉以后 冰吃上来 那个马吃不掉 冲过来还是要吃回的 这个旗的形式将来 对掉泡以后马吃上来 或者是泡八平挤对掉 这个看起来因为是 红的也没有什么手段 所以走到这样 可以说双方可以大体上是军事 所以五七炮 刚才说的飞七路向 这个兵一进一飞七路向的走法 就是讲到这里 这样 刚才说了 黑的先向七进五 那么红的你居九平四 那么我就居一进一 你居九平六 我就逐一进一 那么你如果居二进四 先放 这个时候我也是可以居一进一 因为你这步骑 我炮也不会过来 你自己先放在暗的地方等我 那我不会马上再对这个病 我可以慢慢走 居一进一 你居九平六 我就居一平六了 你居九平四 我也居一平四 那么刚才讲了这个要领就是说 黑灼一进一以后 先补像 根据红的 平居 近居跳马 这么走法 进行不同的选择 这个五七炮就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 再看 曾经 这个近三兵这个形势下 曾经有过的走法 那么红炮除了进炮 平炮 也是有这个炮八平六的走法 炮八平六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你如果是马三进二 那我就炮六进三 这个一打 等你马二退三 我再炮六进一 你再马三进一 我等于多走一步 这样再打过来 这个旗就等于是变成红的便宜 好 他马三进一步不能走 但是又不能够给红的走到居酒瓶吧 如果你走其他的形式 给红的走到居酒瓶吧 两个直居这样 两翼出洞的话 那么黑的就比较难开展这个直立 所以黑的一般的还是走 炮八进二 给你锁住 这个时候如果 红的是再走这个炮六进四 虽然看起来也是打到这个兵 黑的是向其进五 那么这个闹一个圈 本来你可以直接炮八平四打过来 现在平过来再打过来 红的明显是等于是浪费一步 所以这个走法红的是吃亏的 所以红的是 当然是有人走 但是这个从道理上来说 肯定是吃亏的 这样走法不对 那么红的这种走法 一看狙不能出来 出来他要打 对啊 那么他就走这个马回马 马九退七 这么计划将来 冲中兵进狙 那么黑的四六进五 红的兵五进一 黑的比如居进三 那么红的就居二进三 那么开局等于是找到这种局面的话 应该说 红的是有点 这个想 开辟一条新的路 因为这个走法比较少嘛 但是 黑的因为两个局都出得很顺利 应该说黑的也是挺满意的 这个开局的这个这种局面 接下来如何深入的研究 希望各位旗友呢 那自己去研究啊 好 我想今天这个这个当头炮 对屏风马这个开局呢 就先讲到这里了 因为开局呢 像其的开局种类确实非常多 但是当头炮对屏风马的开局 就还有很多 说老实话 还有横拘类的 横拘切路马的 或者不错拘的这个切路马的 很多 那么今天就一下子讲不完 那么我想接下来向大家讲的是 当头炮对顺手炮的开局的 这个要领和大体上的重要的变化 谢谢大家